今天我们来种植碗连 准备一个大点的盆 我这个盆本来是买来种花的 底下有漏水孔 所以要先给它补一下 新闻可以选择适合的水缸 或者其他容器来种植碗连 这里仅供参考 从育苗盆上剪下些跟漏水孔 差不多大小的塑料片当垫片 之后把垫片用热绒胶补在漏水孔上 待冷却之后就可以往花盆容器内 灌入清水了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核糖泥倒入育苗盆里 加点水搅拌一下 碗连可以用种子或者快筋种植 快筋种植会更方便些 取出碗连快筋种植到育苗盆内 将快筋横着放进去 用手轻轻啊一压 不要让快筋飘在水上就行 之后就可以沉盆了 缓苗期应注意避免暴晒 十天后 碗连夜浮出了水面 再一天天的长大 等碗连长出六片以上的叶子就要注意施肥 可以喷洒032青甲 也可以使用纸张包裹肥料埋入糖泥让它吸收 80天后 碗连开花了 美美的 非常漂亮 合适的气候温度对碗连更早开花是很关键的 正常温度保持在15到30度之间是最好的 因为只有在这个温度之间它才能够当年开花 同时也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 养护碗连最好是户外 放在太阳直晒的环境下 平时也要注意观察水位 不要断水 再放几条小鱼进去 就更好看了 把鱼带连鱼一起放到水缸里 放置一到二个小时左右 让袋子里的水温和水缸里的水温一样 之后再打开袋子 这样鱼就能够更快适应新环境 春季是非常适合种植碗连 喜欢碗连的亲们可以种上一些哦 以上就是关于碗连的种植分享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